哈嘍大家好,我是凯瑞 这部影片的左上角会显示我现在正在讲什么 敬请滑动游标来选择想听的段落 那么就开始吧 今天要来跟各位推荐一部电影啦 最近朋友找我去看鬼太狼的最新电影 就是鬼太狼诞生哥哥哥之谜 他是原作漫画作者水木帽老师诞生100年的纪念作品 这部其实本来不在我的片单内 因为只有小时候在同学家看过一点原作漫画 然后玩过一下超任上的游戏 TV动画因为画风比较儿童翻所以也没有追 近几年对鬼太狼的印象大概剩下猫女变得很萌 还有眼球老爹的声音很悟空 但是身为一个快要有家铃臭的宅男 这种岁数还有朋友会一起就去看电影 这种机会是一定要珍惜的啦 所以就去看了 没看没想法一看不得了 这一次的剧本安排真的是蛮有料的 以一个非粉丝的立场抱着平常心去看电影 看完之后我可以很客观的说真的不错 而且是有收获的那种不错 所以才有办法做这一支观后感影片 一般如果真的觉得不好看 我是不会硬做的啦 因为做影片真的超累 这种程度的影片我大概要做个三天吧 而且我的点阅率也够低 所以如果是真的有在follow凯瑞舞频道的人 应该会发现我聊电影大多都不会打分数 因为我超懒的 所以能让我想做影片的作品 基本上在我心目中都有80倍以上 喜欢电影或是模型的朋友们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也可以一起留言讨论哦 那么这一次的鬼太郎电影要如何服用才不会消化不良呢 对于没看过原作的观众能看懂吗 其实这一次的编剧也很聪明 对于完全没看过原作的朋友也很友善 因为他可以说是鬼太郎这个IP的前传 也就是地灵化 甚至可以说是推坑神作 我觉得最厉害的地方是他更改了角色在原作中的造型 鬼太郎的爸妈整形大成功 睡应时代的潮流 帮原作漫画中身体腐坏了两个人 塑造帅气美型的颜值 鬼爸的人形造型 其实在2018年第六季的TV动画有稍微亮相过 这一次以更贴近原作的画风呈现他的五官样貌 其实我比较喜欢这一次的画风 TV那个有点太美型了 至于妈妈好像是第一次画出她也是人形的样子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新增设定很不错哦 服务到新世代观众的眼睛的同时啊 又不会得罪到原作粉丝 利用巧妙的剧本安排方式把角色的美型给合理化 甚至会同情他们外观上的变化 真的是杰出的一首 因为我在看电影前呢 很幸运的听说这一次的电影是改编至原作漫画第一画 我心想啊 这个观影前做功课的门槛啊有够低的 所以就去看了第一画 好笑的是我发现我已经没办法看昭和时代画风了 水木霸老师的笔触真的很有特色 我明明记得小时候在朋友家看的是津津有味的 当时觉得水木霸老师的笔触可爱又隐身 卸调的笔触很适合呈现弥烂诡异的妖怪 但是这一次为了电影重温漫画 发现我有点看不下去了 毕竟是开山祖师级的漫画家 分禁技巧跟画风在当时都还是启蒙时代 古早味太重说一直看了第一画跟最后一画 但我还蛮庆幸我有看完第一画在看电影的 因为最后跑片尾名单的时候我才能得到更多的感动 因为它重现了原作第一画鬼太阳诞生的过程 保佑水木霸老师的笔触又不失现代美感 简直是整部片最惊喜的彩蛋 大家如果去看电影一定要看到最后一刻 还没去看的朋友 我强烈建议一定要先去找原作漫画的第一画看一下就好 这样会让你的电影票更值回票价 那我做的心得影片都会尽量给观众一些前导建议 帮观众做一些功课 如果觉得凯瑞我的影片还算有帮助的话请帮我按一个赞 也可以分享给朋友 前沿跟前导就说了这么多了 那不赶快进入电影的本身讨论吧 先来把小缺点说完吧 关于整个观音体验而言 其实前面的半小时让我觉得有点沉闷 因为需要铺陈跟带出脉络 人物很多加上以推理剧的方式呈现 所以我的大熊头脑有点吃不消 然后我那位平常有睡眠障碍的朋友 在前半段更是睡得超香甜 不过好消息是到了中段之后 反而就觉得突然开始精彩了起来 而且是越来越精彩的那种 看到后面的发展或是画技 都可以弥补前面的那种沉闷感 所以看这一部的一个重点 就是前面需要有一点专注力跟耐心吧 第二个小缺点则是 剧情需要型的角色太明显 为了推动剧情的意图包装的太少了 比方有些角色的动机跟他的能力 会让我感觉到有点刻意的安排在那个位置上 然后到了一个时间点的时候 剧情需要转折一下 然后就让他发挥一下他设定好的能力 做完应该要推进的剧情之后 他就可以下一个影片了 这在一部戏剧中当然是需要的 也是比较难以避免的 但是总觉得分镜或是新镜描述上 可以再生成再有更有美感一点 其实这只是一些小小的部分 整体游戏园人还是有不少优点 至于优点是什么呢 最直观的就是打斗的画面吧 动态感的原画跟分镜都很精彩 动态的景物也画得很棒 后面出现了血樱花树 超美的 这来就是电影背后隐藏的那种意义层面的优点吧 所以必须讲完剧情再来讨论那些桥段 可以带给观众什么样的启发 那么就进入剧情大纲的介绍吧 老实说这次的剧情对我来说 真的是很难描述 因为角色众多就算了 剧情上错综复杂又有很多超展开 如果用说书的方式 讲解剧情会显得非常掉胃口又烧脑 时间会拉太长 所以我就直接把大纲摊品来讲吧 这部电影最主要呢 是描述一个普通上班族 水木先生 如何促使鬼太郎的爸爸找到老婆 并且引发鬼太郎诞生的过程 两个人一开始因为不同的目的 而来到同一个村庄 水木是为了在公司的升迁 而前来稳固上游厂商 跟药品的货运 鬼霸则是为了寻找失踪的老婆 结果来到了村庄 才发现这个村庄 是某个大财团家族封闭生活圈 并且发现了令两个人 都震撼且震怒的恐怖事实 他们不只是卷入了恐怖的家族烹针 也看到了不该看的事情 所以难以脱身 随着恐怖事件陆续发生 两个人也看清楚了这个家族的全貌 水木发现这个制药的家族 完全是靠邪术来致富 但又不只自私自大 而且又病态 有着可以左右国家命败的 财力跟邪术能力 又因为权力的斗争 导致所有家族内的成员 不断的内斗 不是往内互打 就是近亲相见 而鬼霸这边呢 则是循着一丝气息 找到老婆被囚禁的地方 他发现他的老婆 连同众多的幽灵族同胞的消失 都是因为被大财团的老头囚禁在村庄某处的地下 利用盘根错节的巨大吸血树 禁锢着大量长生不死的幽灵族 利用他们的血液来壮大那颗血红色魔术 再从树上萃取制药 等于是把幽灵族当涌动机一样 无使劲的虐待 把仅存的幽灵族折磨得不成人形 而这就是这个家族发家致富的秘密 更可怕的是老头还在村庄里养了不少 可以操纵怨灵来做坏事的邪术师 而主角两人都因为这个家族的各种恐怖行径感到震惊与震怒 虽然一开始的目的跟个性还有出生是截然不同 而且两个人都很可能会没办法活着离开 但是最后还是同心协力的一起摧毁了邪恶家族的命脉 最后在两个人的努力之下各自得到想要的结果 鬼霸找到怀有身孕 但是因为长期被抽血临死而即将临死的妻子 水木在这场地狱级别的出差任务中 找到身为人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生命的温度以及爱 同时也摧毁了他最厌恶的血汉统治体系 虽然深入险恶的恐怖家族并将其瓦解了 但是可惜的是水木逃出之后 就失去了在村庄里奋斗的那些记忆 而鬼霸也失去了妻子以及自己大部分的身体 成为眼球老爹 可是因为两个人的因缘忌讳之下 也才促死鬼太郎的诞生 那么以上就是整个故事的大纲 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但是编剧其实编排的很复杂 其实我省略的超级多细节 我只能说编剧应该是很喜欢脑子烧起来的感觉吧 那么接下来就针对角色来聊聊他各自的故事吧 这一次的主角呢 是一个不太讨喜的人类 而且是一个已经被社会化的社畜业务 他经历过二战 当时被上级受命执行自杀式的战役 也就是遇碎行动 若是活着回来就表示任务失败 上级不断使用暴力跟权力对着下属士兵 灌输死亡才是光荣的观念 自己却是贪生怕死躲在幕后遥控的下沉 因为在这种恶心的常态下存活下来了 所以对于社会跟国家产生强烈的扭曲跟恨意 认为自己已经看清楚世界的规则 也就是落落强死适者生存 所以故事开头 他努力向公司争取调查后援的机会 只是为了避免被再次践踏 是一种处于自卑的努力 行为上很积极 但是心态上很消极 也显得很自私 震恨是活着的动力 为了不被自己最不喜欢的人利用 所以积极变成了自己最不喜欢的那种人 一切的行动整折都是建立在悲观主义之上 但是随着际遇的发展 到了中后期 他的灵性慢慢被激发 随着世界的发展逐渐产生成长的幅度 才慢慢变得讨喜一点 而水木去拜访的制药厂家族 主要是在生产一种强化人体机能的药物 这种药物可以让人产生强大的战力 把这种药优在战场的士兵身上 不只可以让日本再次实现侵略世界的野心 也可以让水木所处的公司获得巨大的收益 在战后日本人心中的不安与自卑 化为积极的行动力 每个人使劲的往上爬 这段期间也造就了神话级的经济成长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我们可以看出主角的星星跟现代人是截然不同 有点不顾社会道义 拼拼想要往上爬的感觉 分乱的时代这种求生方式似乎才是主流 但是我个人是偏向于比较佛系 所以水木这个角色的出奇动机 其实我没有太多的代入感跟同情 他们调查神耀而来到一个对外界极度封闭的村庄 身为色畜业务的他 开口就是官腔式的好听话 不管是村庄的美少女还是小朋友 初次见面就能博得对方的好感 这乍看之下当然是好事 但是我们的主角其实是表里不一的人 悲观却假装乐观 看似勇于接受他人的请求 热心助人 但是内心却压根 认为自己没办法带给别人幸福 跟村里的小孩跟美少女互动 都可以反映出主角的心理问题 我之前说这主角在工作上让我很没在入感 但是在感情面上我倒是很理解他 因为结设了想法纯粹的幽灵组之后 才逐渐正视了自己内心的问题 并且燃起了他试图对错误的体制作出改变的心 也因为遇到村里的美少女 带给他对于未来的更多想法 以及冒险犯大的动力 比较可惜的是水木在事件结束后就失忆了 基本上最后仿佛是兜了一圈回到原点 回到孤身一人的初始状态 但是毫里加带的是那些经验值 跟微弱的记忆还是有保留下来 但于他的性格跟处事方式还是有产生了一些正面性的变化 这种描写方式有点像是神隐少女 出来就忘了但是却成长了 虽然观众会对这种设定觉得有点可惜 但是这一次的这种设定也帮整部电影 可以在不影响原作的情况下 为原作起到很好的加分作用 再来就顺势讲讲村里遇到的美少女吧 这个女的长得有点像是樱花大战的女主角 知道那个作品的人应该都已经有加灵臭了吧 然后这个村子里面的这个美少女呢 有一句各位一定也听过女性经句 他因为极度想要逃离自己被囚禁跟诅咒般的人生 还有这个鬼地方 对于水木说你的能力是其次 只要你有上进心就够了 我想要你带我远走高飞 应该是类似这样的话没错 这样的话如果你是被第一人称 被一个美少女这样讲 应该有九成会爽到马上跟他失奔去 但是呢我看过类似的这个作品 然后也遇过类似的这种人 所以我马上嗅到了不寻常的气味 这编剧真的蛮厉害的 我觉得它刻画人性面 其实很深层也很真实 现实中是真的有这种 见面第一天就像跟你长相思头的女人 但是呢它相对啊 它背后的隐藏的是一种 不可背叛的一种契约压力 这部分的情感面 我觉得其实刻画的很显实 只是画面上的呈现太过简洁了 看第一次的当下没有那么细思极恐 但是事后回想的时候 会发现这个美少女 根本是魔性之女 就是会把男人一步一步 带入自己悲谈人生的那种魔女 也就是所谓的病娇 病娇只要一认定想要依靠某人 就会产生强烈的情感 心灵脆弱 所以超级容易大崩溃 不是生人就是自生 二岁人的病娇无限好 但是这次世界病娇真的是灾难 珍惜生命请远离病娇 也不是我一直要黑这位美少女 可以看出她本性是真的可爱 但是命运决定性格 她其实从小就被这个财团家族 定位成家族里的生育戏剧 这表示这整个家族既封闭又扭曲 其实政治世界肯定也有这种事发生 只要是他们几乎都逃不出去 虽然逃出去也没有办法适应 就好像不管怎么做都活在地狱里的感觉 因为有强大的邪处能力 加上极为脆弱心理 这样的矛盾组合 让她背地已发展出双重人格 黑化成双重人格杀人魔 故事后段看到她要跟水木一起 携手推翻家族 本来还高兴了一下 结果最后被自己家族起底是杀人怪物 而且水木也在场 导致她自觉形象大崩坏 瞬间像是柯南里面的凶手被抓包一样 精神大崩溃开始大开杀戒 这段真的是来得我猝不及防 她把自己家族歼灭的差不多之后 又看到水木对她一点嫌恶 然后又害怕的样子 结果又二次再度崩溃 并娇美少女终于连自己心理的对象都要杀了 这下我们的主角是真的知道并娇发威的厉害 她慢慢逼近水木 就在这触不及防的超展开之中 她又以迅雷不及严格的速度 被她刚才还没有杀死的族人被刺而死 痾...这段真的是死很大 整个家族大量死亡发生中 总之我们就看到一个美少女就这样突然大崩溃 变成大boss 然后又突然大爆死 堆起来是很难看的那种死法 先燃烧成白骨又化成骨灰 反正最后整场就是留下臭恶的水木 看着地上的骨灰 我完全没有办法产生太多同情 因为她黑化的时间 实在是安排的有够紧密 其实这个角色完全可以当成主要角色来发挥 但是鬼太郎的爸妈才是重点的 这部只有两个小时的电影里面 她的内心铺沉就相对比较薄弱 尤其是最后那几个转折还真的是蛮突然的 虽然从剧情知道她杀人的时候 我就知道她必须死了 但是后面真的是死得有点匆忙 再来说说鬼太郎的爸爸 虽然电影成功帮她塑造了完好的肉身形象 其实在这部电影里面她也是没有交代本名 水木则是索性的帮她取了一个嘎嘎龙的外号 就这样一路当成名字了 而鬼爸是真的比较有趣 也比水木有魅力 虽然他跟其他棚的那位福利连 看似八杆子打不着 不过呢 让我联想到他们有很多共通点 第一个是他们同样都是白法 再来就是族人都跟日本的压缩机一样非常稀少 然后一样很强 一路为了追寻心上人的足迹 都是因为认识的另一半才发现了爱的重要性 还有与世无争的态度 虽然老爹这次眼神化的呆萌呆萌的 但是还是觉得很帅 而且是为了追寻老婆的终极的行动 这一点真是不用说 根本就是全体女性的超级理想型 而且就是老婆的外观发生巨大的变化 他也是能一人认出并且不离不弃 不过果然是幽灵或是精灵 这种可以保持纯洁的种族才办得到吧 望向一旁被社会染黑的可怜水木 鬼爸真的是一路帅到最后 身体因为自我牺牲而毁坏 变成普烂木乃伊之后 还能保持帅气的愉悦 这一次电影版的老爹真的是刻画了有过成功的 恭喜眼珠老爹再次成功大圈粉 最后说说村里的那个小正泰 怎么最近看到的作品小南海都特别衰 望向别棚的蔡明 村里的那个小正泰 他也是很可怜的 同样跟村里的美少女一样是一开始心智比较正常的人 是一个向往外界跟未来的孩子 但是他被出生的目的 就是被用来当成厚补的傀儡接班人 家族的老头最后把自己的变态灵魂 转移到这男孩的肉体上 男头的灵魂呢 整是变成孤魂野鬼 就算到了电影的最后面 这双主角都已经成功瓦解这个变态家族的野心了 这个男头的灵魂 还是无止境的漂流在虚空 永世不得操生 一开始觉得是一个不重要的小男孩 结果后面呢 我居然是看到整个鼻酸 就在事件结束多年之后的某天 鬼太郎跟野猪老爹一行人 遇到了一只因为怨恨而伤害人类的怨灵 就在鬼太郎准备消灭这个怨灵的时候呢 被眼尖的老爹认出这只怨灵 原来就是当年的小男孩 然而宿命已经决定了 就在男孩的怨灵即将被消失之际呢 他说出了全剧最洋葱的一句话 就是他不想被遗忘在这个世界上 但是最终他的怨灵就是这样消散 也许这样才是一种解脱吧 电影最后以小男孩的悲惨命运来收尾 则是要提醒观众 把歪理说成是大意的这种恐怖 因为这个变态家族的老头 到死前都觉得自己是实现日本军国主义理想的大功臣 把歪理说成大道理 是本片中坏人最可怕的地方 但是其实呢 这也是最写实的部分 因为真实世界坏人其实都是这样子的 把自私侵略性的歪理 包装成顾及民族的伟大大义 而自己呢躲在幕后坐享荣华富贵呢 却扼杀了无数宝贵的生命 以及各种未来的可能性 以前的日本跟德国是如此 还有那些恐怖组织也是 近期世界各地的战争也是如此 这部片的基本核心正也是反战 以及反帝国侵略主义 因为战争呢 正是作者水木帽先生 他内心永远的伤痛 感谢这次的电影 让更多人了解战争跟大义的恐怖 也让更多人记得水木帽老师 其实啊 当小南台的怨灵即将消失之际 他不想被遗忘在这个世界上 那鬼太郎一行人啊 最后对即将消失的男同怨灵说啊 我们会永远记得你存在过这个世界上 看到这里我真的没办法忍住 看这是有点人生经验的人 看到这里应该都没办法了吧 奶奶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大多都是 一个人去看电影的原因 因为哭出来很丢脸 然后忍得不哭很痛苦啊 最后我看完电影回家整合啊 这些想法啊 准备打文字稿的时候啊 然后我就突然想起了 当初让我接触鬼太郎漫画的那位国小同学啊 林同学嘛 虽然呢 他出社会不久之后啊 就因为饮酒过量过世了 虽然他以前的家啊 因为父母生意失败啊 已经不见了 然后虽然当初他让我看的那些漫画 应该也已经消失在世界上了 但是在他家看漫画啊 打电动的那些时光啊 会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谢谢他让我认识鬼太郎跟水木帽 我也会永远记得他们存在过这个世界上 那么以上就是鬼太郎诞生的心得感想啦 那么这部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欢迎各位朋友分享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凯瑞我们下一次见拜拜